昨天明哲在節目當中 禮拜四 哥哥大哥也在 我發現了一個特殊的 333邏輯密碼 明哲講得真好 明哲來繼續上來 只可惜隔了一天 好景不長 密碼沒辦法延續了 我以為今天是444 哪有 現貨買4天 但期貨空單 沒有辦法連續4件 今天空單3件過後 增加了 增加790口 要不要緊呢 所幸明哲昨天有說 只要這個借券 藍色的 券就是股票 把股票借出來的金額 潛在賣押 藍色棒子一直都 小小的 小小的 它真的是放假了 Merry Christmas去了 好 賣出金額 都滴滴的 小小的 它不要亂事 大概大盤就還可以 在穩中透強 還有正價差 昨天明哲說了 連續三天的正價差 大盤助長力道可強了 抱歉 幸好你今天又來 轉成了逆價差 台股就創歷史新高 最後就開高走低了 所以這會不會壞事呢 夜盤 你看今天的夜盤 漲不太動 不知道因為 今晚沒有美股 對 對 對 應該有點關係了 絕對是有直接的關係 333密碼 不再來44了怎麼辦 基本上我覺得 今天的表現應該算還好 因為事實上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這個價差的一個部分 因為我們昨天事實上有談到就是說 其實重點應該是在夜盤 他有沒有辦法去擴大那個漲幅 所以昨天事實上夜盤有擴大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就創了新高 不過今天的這個收盤回到這個位置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面就反映 剛剛所談到那個聖誕節 因為畢竟美國沒有開 那對於他們來講 其實操作上面不用那麼積極 所以他們就在那個台子期的空單上面多加了一點點 今天大概增加790口 要不要緊 其實我覺得沒有關係 因為記得我們之前我們剛剛有談到就是說 他在整個要逐漸要放假之前 他們也是開始說做一些加工 那後來開始補 然後今天又放假 所以又開始做加工的動作 所以790口的空單 對 可不可以視為 因為18034就在今天衝過了 今天最高是18039 這個是盤中在建屎高 所以過了屎高 當你衝到第一名的時候 不用喘口氣嗎 所以稍作休息的避險單就對了 沒有錯 那個外資也會摸頭 都看到創新高 怎麼摸一下 看會不會掉下去 而且我告訴你 我今天看到18039 我整個起雞皮疙瘩 你記得我昨天跟明哲說什麼嗎 我說一定要這麼快 就再衝過歷史新高嗎 送大家一個耶誕禮物嗎 你看金管會真的 政府送我們耶誕禮物了 但是看一下葉盤 因為明哲昨天有特別講 他說只要那個葉盤 這是今天的葉盤 那這是今天早上的日盤 只是昨天的這個葉盤 在這漲幅有擴大 才讓日盤 因為它是連續土的 所以日盤跟夜盤 結合這一塊 這已經說明了 行情攻擊力道已經展現 那麼請問 今天葉盤這麼一開 我又該怎麼觀察 今天基本上我覺得 大家就好好休息 因為葉盤大概不會有什麼 太大波動 我跟你講要休息 11點半過後 11點半之後看完才能休息 開什麼玩笑 現在休什麼 所以我是怎麼樣 要不要越過這個高點的葉盤 今天不太容易 因為美國股市沒有開 你沒有帶動它往上走高的效應 其實我覺得今天大概收平盤 小張小跌就OK了 就平盤小張小跌 因為現在其實最擔心什麼就是 美國股市沒開 它萬一如果出現一個往下擊殺 那就不知道是什麼樣的利空 造成它往下掉 那如果沒有 就是大家平平安安的過平安夜 然後下個禮拜再收這樣 好那我要兩個答案就好了 讓大家觀察行情具體化 如果葉盤 對 我們講葉盤就好 如果葉盤跌多少點 那就整個亂秩序了 如果逆價差多少點 整個正價差的助長動能也就消失了 幫我寫一下 好首先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 因為目前葉盤有一個低點嘛 那我們就是看葉盤的低點 對 跑一下葉盤 葉盤的低點是17917 對 所以今天原則上不要跌破這個17917 因為早盤 應該說葉盤一開的時候 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這個波動比較大的時候 但是如果說你在盤中 你跌破開盤的低點 它就代表說 其實有一些事情發生 讓它的利空去往下去做反應 那逆價差呢 對逆價差之前我們有談過就是說 基本上正負30點都是合理的 那因此今天的葉盤不要說 今天是最終收盤是負3點嘛 對不對 那就是不要擴大到30點以上 我覺得相對來講應該都是比較穩定的格局 所以如果我講葉盤 突然間明天早上起床 看到了葉盤重挫跌50到60點 逆價差負30點以上 就打叉叉對不對 沒有錯 沒錯嘛 感謝明哲說得非常好 感謝您了 我本來清掉 我本來有點擔心 昨天的這個333密碼 就是現貨買三天 空單減三天 正價差三天 今天沒辦法延續 原來明哲說 沒關係不用那麼緊張 因為期貨的空單 今天小小增加 只視為18034 再創矢高18039 在鍵盤中的屎高 所以衝過讓它喘口氣嘛 更換人家也要Merry Christmas 他們要放下去囉 再盯著葉盤 請看葉盤 他說如果明天跌超過50到60點 這就不好囉 逆價差如果超過了30點以上 這也是打叉叉 所以請您堅守住 今天的這個17紀念低點喔 17917 如果17917的關卡依舊沒有破 那麼下個禮拜開始 行情會慢慢的帶來一些的加分 所以這個盤中 見到屎高 收盤再創歷史新高 也不是不可能在下週發生的囉 以上結論明哲正確嗎 完全正確 感謝您了 收到了訊號 那麼接下來要追標的了 趕快看一看了 今天的外資 四天的買超 很意外喔 他們今天不是放假嗎 很明顯的放假 沒想到今天的外資投信 投買超的標的變多了 總共有四檔 是華邦電 金像電 元大 台灣50就是0050 還有包括了彩晶 但對做的是五檔 依序是聯電 華通 開發金 華金科跟中鋼 成功大哥來請上來 講到了剛剛同買的 有一檔彩晶 彩晶請看新聞 就在剛剛 彩晶提前完成庫藏股囉 赤資15.9億元 執行率百分百 我告訴你最經常這種公司 說我要執行庫藏股 全部都買滿水位 股價就在說話了 麻煩您彩晶 彩晶呢 他算是在電子股裡面 符合二低一高的這樣子的標的 就是說他是低基期 然後低本益比 然後明年可能會高配息 所以他的股價越走越高 他今年的獲利到目前為止 大概可以賺到EPS 今年大概可以賺三塊錢 可是他現在的股價 連20塊都不到 所以你可以除一除 他本益比很低 對啊 本益比就這麼算嘛 現在股價是17.15元收盤價 除以明年EPS三塊 本益比來公佈答案 五倍本益比 大盤本益比都二十倍左右 那如果三塊錢 然後配個兩塊 對不對 你再把兩塊去除以十七塊 那你就可以算出殖利率了 股息殖利率除兩塊的息 除股價 股息殖利率來公佈答案 十一%股息殖利率 這就是兩低一高 所以請問財經的多單訊報囉 現在看起來都還OK OK 好 說到執行庫藏股 還有第二家大力光 大力光標題也寫著 庫藏股的期間 就在今天借滿了 總共花了14億的錢 持續率是執行率 五成 也就是我本來要買100張 現在買50張 總之執行率五成 沒有到百分百 要不要緊 大力光也算是二低一高 對不對 因為他的股價很低 低機起 所以他的獲利也很好 所以他的本益比也很低 那明年他還是穩定配息 大力光基本上都是賺的 都把他分配股息 他本來就是高配息的股票 那我問你 今天新聞有寫 蘋果的手機比預期賣得更好 而且蘋果有講 接下來的後面好幾代的 這個新的手機 這個照相的鏡頭 一樣會用更高階 越做越好 高階照相鏡頭 不就是3008嗎 請問3008的大力光 2022明年會更好嗎 對沒有錯 因為他目前來看的 當然在手機鏡頭領域 他已經是霸主了 然後他現在開始又轉投資 子公司開始切入車用 所以他以前講說不要車用 但現在的車用很夯 他又開始要做車用 所以對未來來講 明年有他的一個期待性 時間要長一點點 我要讓陳龍大哥 跟我要一個答案 他現在的走勢長這樣 我如何從股價去發現到 他明年會更好 股價說話 這一段的漲勢就很特別了 你最近在電子股裡面 很少看到這種連續紅磅的 雖然說買庫藏股 但我跟各位講 一樣很多公司都在買庫藏股 會漲不會漲 不一定的 要買庫藏股又會漲的 而且大力光說要買庫藏股 來把我清掉 大力光庫藏股是這裡 就說要買了 兩千 來你放大一點 他說庫藏股是這幾天漲 是因為庫藏股 所以這一段的下跌 都跟庫藏股無關 所以這一段的上漲 就純粹就是第一個 他低基期 符合二低一高 他明年在車用上的一個布局 最後一檔 我還要再追的是康書 康書是外資買超第二名康書 康書是這樣 他是金仁寶集團 那金仁寶的創辦 叫許勝雄 那他的獨子 就是當這一家公司的老闆 本來是在基層當總經理 他爸當董事長 現在他當董事長 那我問你喔 金仁寶集團 那麼仁寶 金寶 康書 同樣喔 對啊 最近金寶不是也很強嗎 金寶好金啊 最近 所以這整個集團在做帳 那今天的康書也拉到漲停板 而且你看今天外資買超裡面 外資買超裡面 前二十名來 外資買超前二十名 第二名 這邊啊 這邊 對對對 所以今天很明顯就是 有特定的買盤介入 不過我要提醒 不要看到漲停去追 為什麼 因為這個買盤也很有可能 是外資的隔日沖 等一下 對對對 因為他買那麼多 有一點特別啦 那特別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可能隔天 他會站在調節的一方 外資的隔日沖 就是今天買 明天把它賣掉 所以禮拜五買 下個禮拜一 小心外資隔日沖 會把它賣掉 為什麼成文大哥苦口婆心 說這一段話呢 因為我們今天赫然發現 從熱門股當中喔 成文大哥的熱門股 赫然發現有些的標的 真的 股價也漲 但請小心 就怕他所有的利多 在今年用完了 但是呢 另外一個 不一樣耶 有人買 再買明年的希望喔 希望在這兒 小心利多用完在這兒 因此能不能來個白白好不好 好 OK 我請成文大哥 針對我剛剛那兩大分類 一個呢 買的是明年的期待 另外一個就怕利多 今年用完了 股價常常會說話 往往股價說了什麼話 我們判斷A或B 對 沒有錯喔 我們一般來講 在研究基本面 我們都是看報紙在研究 一般的投資人 但是法人圈都會領先 所以你會發現 有一些股票呢 為什麼它打底那麼久 慢慢的就翹頭了 像剛才大力光就算嘛 很多的股票就這樣 但也有些股票換藍色 有一些股票就是 怎麼利多很多耶 可是股價怎麼越走越低 沒過高點 對不對 報紙上都是利多啊 怎麼股價越走越低咧 這是利多喔 對 那這個是不是就是 我們在明年要避開的股票 講得好 所以剛剛這個B類呢 就是利多一大堆 偏偏竟然高點慢慢 沒有過低點還過 但是這一大類喔 可是利多 應該說這邊是利空一大堆 利空一大堆 這是A的股票 利空一大堆 但是底部沒有跌破 反而足底完了以後呢 最近一點點買盤就上去了 而且到了這個位置的時候呢 其實市場上還是不太敢買 通常這樣子的狀況 這就是代表他明年第一季 他還有延續高點的機會 所以大家要知道 每一年的歲末年中 你都要做這樣子的檢查 因為每一年流行的股票 絕對會不一樣 所以去年是怎麼樣好 今年可能是怎麼樣 你要稍微去做一個檢查 所以明年盯著紅色看 年底告訴你 明年開始走這一個 今年這個快要結束囉 A是好 B是X 回到文字了 繼續 好那我們稍微舉個例子 譬如說以今年來講 什麼叫做好呢 華航 好你說華航已經好了啊 那貨機什麼班班客滿 然後運價也上漲 這個是前菜 為什麼呢 因為華航絕對不是在貨為主的 華航是以什麼為主的 在客人為主的 當人當很久了 對 那現在是這樣 我先用貨運來讓我的獲利 穩在那個地方 對吧 但是呢 這個客運的部分慢慢的起飛 而且大家去想一件事情 我的判斷 明年的航空業會很像今年的海運業 譬如我舉個例子 假設像以前我們正常來講 我們假設要飛美國洛杉磯 機票假設四萬塊 現在因為大家已經憋了兩年了對不對 到時候哪一天六萬塊 你接不接受 接受啦 接受 反正我兩年有存點多兩萬 無所謂啦 而且最重要的是這兩年 所謂的搬機的航次是沒有增加的 對 你會買飛機嗎 不可能嘛 這兩年你買飛機 你就準備賠錢了嘛 所以飛機的數量是固定的 但是想出國的人數絕對是倍增的 沒錯 那這樣子不就跟今年的貨櫃航運 非常像嗎 對耶 今年的貨櫃航運就是怎麼樣呢 船是固定的 但是呢 我想要買東西的數量是暴增的 供不應求啦 裡面搶的不得了 supply那些的航點航線都是固定的 所以呢 每天頒頒客滿 對 所以我們來看K線圖 前面我們時間再長一點 時間再長一點 這一段的上漲 就是我剛才講的 很像大力光有沒有 底部完成 一下子啪一下就漲那麼一段 但是接下來他整理完以後 他還有一段是什麼 人啊 這個是貨 這個是人 所以他一定還會有一段跟人有關 就當他在反映出國旅遊忘記啦 這個票價大幅調高的時候呢 股價就會出現一個這樣 那我問你喔 因為WHO社會主席已經市井了 對 我們恐怕會擴散 而且這個急速的擴散 因為他傳染力太強了 不用怕嘛 應該這樣講 當然要怕 而且我等一下也會稍微提到 這一件事情 但是股價一定是反映未來 你現在怕 那到底為什麼股價他還撐在這邊不會跌呢 好那我媽妹問一下我也完全認同 我們來個假設 因為從大哥教過 股價反映未來 反映多久 跟您講喔 三到六個月 也就是呢 我們來個最壞打算 我們恐影響到人類可能到了明年的九月份 我想明年喔 2022的九月份 我們才有辦法飛出去喔 那麻煩您說啊 九減六不就是三月嗎 對啊 對不對 所以明年第一季就很有可能發動了 喔那我懂了 所以明年第一季盯著2610看了 對 人會在這發動 沒錯 如果他可以飛出去時間更往前 那你就往前推 對沒錯沒錯 接下來第二檔標的 好第二檔標的是中鋼 當然最近大家常聽到鋼鐵股 我要特別講 鋼鐵股 你最近聽到都還是利空 譬如說剛剛瑞涵 一開始在講那個散裝 其實也是跟鋼鐵有關 就是鋼鐵的景氣不是很好 不過呢 因為中國減產 因為奧運的關係 瑞涵有講 再來全球基建的需求是明年開始 譬如說以拜登剛通過的1.2兆的 那個基建計畫 明年開始要發包 那發包的時候 當然對鋼鐵的需求會增加 那最重要的是中鋼 他是符合我剛才講的二低一高的股票 你看他目前的本益比只有七倍 對你看低基期 低本益比 明年高配息 今年我剛剛不是說了嗎 如果今年前十一個月 賺了將近半個股本 將近五塊 對我們來看K線圖 這個是不是就是底部完成 然後呢現在上來突破頸線 然後最重要是你底下換頭信 頭信呢 最近大買中鋼 而且是十二月中下旬才開始買 這買的是明年第一季 對啊他他這裡買 他當然是買明年第一季的事情嘛 所以明年第一季會發生什麼事情 真的很蠻值得期待 OK OK 好讚喔 我還有第三檔囉 第三檔是華指來 陳龍大哥謝謝你先請回座 因為呢特別麻煩陳龍大哥 先用白板教大家股價說話 A跟B如何判斷 那所有的聖稅多了一個萬一 那又該如何應對 不要說這個美國通膨壓力大 我們衛生紙都要漲了 陳龍大哥怎麼辦 影響台股衝擊力呢 影響台股衝擊力呢 對